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mitch 米奇生活 秉持着我这个频道的精神 我们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好好的奖励自己的精神 今天我要来开箱一个很高级的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今年2022年 给自己的一份生日礼物 它也算是我足足 考虑了一年才决定买的一份东西 那就是LV 耶 在新加坡呢 这个小小的地方呢 总共有三家的LV的精品店 其中一家呢 是在机场的 那间LV的精品店呢 自从Covid开始呢 就已经暂时关闭到现在 还没有重开 而我去的LV Store呢 是在MBS的Island Store 那就是滨海湾之家 这个LV呢特别之处呢 是因为它的外型的店面的设计呢 是别墅一格 在整个东南亚它可能是数一数二 从外观上就已经很鹤立集群的一个LV Store 而为什么我选择LV呢 是因为在众多的奢侈品牌里面 其实我是对LV比较有感觉的 虽然说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啦 可能在我的年龄层 或者是我的朋友圈里面 比较触迷的可能是一些像Dior啊 或者是YSL Celine这些比较年轻 而且不光度比较高的品牌 但是呢 其实我自己也不算是一个很追潮流的人嘛 而且通常我购物呢 我都会选择一些经典款或者是基本款 所以呢 LV对我来讲其实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说到我这一次进LV的store 买我的Wallet的这一次的经验呢 我不懂你们会不会有同样子的感受 其实走进去这些奢侈品牌的精品店 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 首先呢如果不是真的铁定了心肠 我要去买它的东西 或者是我有特定的东西想要看 想要做research的话 其实我真的是不敢踏进去 这些奢侈品牌的精品店的 更别说是LV了 这大概是穷人心理的自卑心作祟吧 心理学上呢 其实它有一个比较specific的名称 它就叫做imposter syndrome 这个imposter syndrome说的是呢 我们一直会觉得自己的成就 或者是自己的努力呢 其实只是自己的想象或者是侥幸 我觉得应该还是自信心不够的问题吧 所以呢 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 为了壮胆呢 我就把可以给我信心的很好的朋友呢 带在身边我们一起去 这些朋友他们长期在你身边 他们对于你的努力或者你的赚钱能力 其实是有目共睹的 除了给你信心喊话之外 其实因为产品也很多嘛 也有一个好处是他们可以帮你帮帮演 然后一开始走进这个MBS的LV Store呢 我们是从那个The Shops里面的 应该是Level 1还是Level B1 进入那个LV Store的 然后经过那个中间长长的隧道 去到它的Boutique之前呢 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周围呢 都布置了有关于那个 他们现在正在举办的那个 Exhibition的一些相关的展览 经过那个长长的走廊 再做一个Excalator 上去过后呢 我们就正式进入了那个MBS The Island Store的内部了 包包啊香水啊 或者是女士的服装啊 鞋子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Accessory 其实都是在右手边 然后左手边呢 你就可以看到男生的包包 男生的服装 鞋子 Belts 等等的 一到了那个Store呢 其实就有一个 Sales Advisor来 Approach我们 问我们今天是不是来 看点什么东西 我就很直接的跟他讲 其实是我 我这次是来想要看Wallet的 他就把我们带到 一个展示柜前面坐下来 虽然呢 我进这个店呢 我已经有决定 我要买LV的Wallet了 可是其实 关于款式 或者是关于它的Pattern呢 其实我还是迟迟做不了决定的 第一呢 我不懂我要买 我平时用的这种 比较短型的Compact Wallet呢 还是要买Long Wallet 第二呢 就是关于那个图形啦 这时候呢 就身边的朋友 他们就可以帮助你给意见咯 到最后选了什么呢 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 首先呢 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里面会有一个envelope 它是放那个 你的official receipt 也有一个名片 是你的sales advisor 会给你的 以后因为有什么售后的问题啊 你就可以找回你的sales advisor 我的sales advisor是 Faris shout out to Faris 然后 登登登的 慢慢升起 慢慢升起 耶 你们要理解 为什么我会这么兴奋 是因为其实这是我的 第一份LV 我的第一个LV 虽然它不是宝宝 它只是一个很简单 很基本款的钱包 但是 人生第一个LV 也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吧 再加上我是这么注重 呃 仪式感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呃 我的人生的一个achievement unlock了 我的bucket list fulfill了 我有LV了 然后接下来几个月就要吃草了 哈哈哈哈 Cheese 当然我们选择买LV 当然是因为觉得它物超所值 或者是我们觉得它值这个价 我们才会买对不对 好了不要再继续安慰自己了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wrapping 也是包得很紧致的 然后把ribbon打开 就是有一个小卡片 如果是你这份礼物是拿来送人的话 你就可以填写一些personal message 在这边吧 哦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ribbon 它是让你把你的盒子 拉出来的 里面呢 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布料呢 来wrap着你的钱包 这是customized的袋子耶 就是这个钱包的袋子耶 所以我的钱包就是这个啦 登登 LV 然后这个袋子呢 其实是LV的很经典的一个袋子 叫brazza wallet 它是long wallet的其中一种 然后我选的这个patter呢 其实是他们的也是很经典的monogram Eclipse的图形 然后它是黑白色的 因为另外一种棕色的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熟灵的女生吧 哈哈哈哈 怎么讲才不会得罪人 我们把它打开起来 其实它里面的compartment 或者是它的可以放的东西 其实还蛮多的 这种像flat compartment呢 它有一二三四五个flat compartment 就是你可以放bill 或者是tickets 或者是票根之类的 然后它还有一个zip呢 是你可以放coin 或者是你比较不想要掉的东西 可以比较储存的比较安全 然后card slot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整排 或者是这边整排都是card slot 总共可以放16张卡 这里比较斜的ID slot 你可以放MRT卡 或者是可能ID 你比较容易取出来的一个compartment 所以这就是我选择的LV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它的Blazar的Long Wallen 在新加坡的售价呢 这是1040 includingoff text 在几张过后 电源也很好的给我们他们家的香水的sample 试一试 叫做Meteore的香水 当然啦我们买比较big tickets的东西 我们都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是 到底有没有warranty 或者是它的warranty的详情是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才发现其实LV呢 是不会给实质的保修单的 就是讲它没有一个physical的warranty card的 这可能是因为它的品牌呢 对于它的产品有高度的信心 大概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当然事实无绝对嘛 事情是没有100%的 如果你的产品呢 售后你的产品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有好几个途径是可以寻求帮助的 第一你可以上到他们的official website direct to他们的client services 要不然呢 其实你都可以找回你的sales advisor 我相信他们都很friendly 他们都会尽量帮你修复 或者是解决你的产品所遇到的问题 所以我想说的是呢 有一个小小的disclaimer 我开箱或者是购买测词评呢 其实不是为了倡导大家无节制的消费 反而是相反的 从去年疫情开始呢 我就开始接触断舍离这个概念 每买一样东西 每花一次钱 我都更清楚的 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我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它的质量是值得那个价钱的 我就反而 会更加舍得去花那笔钱 去买那一份我真正喜欢的东西 而不是花很多小钱买一大堆我不需要 或者是我没有很喜欢的东西 而且而且这个花费呢 一定要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好总的来讲呢 其实购买了我的人生的这个LV过后呢 我想说的是 其实这个经验呢 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心惊单挑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看看LV实体的包包 或者是想要穿它的香水 或者是想要买它的鞋子 衣服 或者想accessories的话 你都他们都很欢迎你进去里面看看 走走或者是试试它的香水之类的 其中一个原因呢 是可能是他们的 sales advisor 都很friendly 不会那一种高高在上 或者是用鼻子看人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呢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个小小的开箱 跟vlog的一个video 带你们看看LV的island store里面 是长什么样子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呢 记得帮我点赞 并分享给可能你其他很喜欢的LV 还没有机会进过LV的朋友 然后也记得帮我订阅我的频道 Mitch米奇生活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